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太极镜 太极镜 太极镜是内镜 内镜就叫太极镜 太极镜就是内镜 我们不说力量 力量就是着力 那么聊到这一方面 松城镜 彭镜 聊到这个镜的方面 虽然我们前面已经聊了两三天了 但是呢 就是作为我的性格来说 我个人的性格来说 就是有一种没有把话说完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们每天就十分钟嘛 所以呢 就是感觉还想说 有的朋友可能听到感觉的很啰嗦 这个今天呢 我们就是感觉还要 就是我 这种民歌的性格就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我们既然民歌聊太极致的频道开通了 我们民间怎么样讲的 有多少就说多少 所以有一点好像没说全 没说完 而不断的补充 不断的增加 或者说不断的改正 它就是民间的传承的本来面目 它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说松城镜是母镜 那么把松城镜去掉 我们说彭镜 彭镜是母镜 那么聊到这个镜了 今天呢 我还想聊呢 那么彭镜之外的镜 那么我们说松城镜 首先派其的说 你这样打内镜出不来 你那样那样内镜才能出来等等 这个内镜就是太极镜 我们就叫它太极镜 就不再解释了 那么这个 我们说各种镜 要用理论上来说 就是用书籍啊 各种这个文献来讲它 来解释它 各种视频来解释它 太极的镜 连篇累度 成千上万的书籍都说不清 民歌 辽太极 谈时不谈期 我们只谈理论 只不谈理论 只谈怎么样 是什么样的 怎么样去做 只谈怎么样去做 那么关于太极镜 我们前两天比如松城镜 松城镜 我们松 你只要松了这个东西怎么样 就放下沉 你真正的松开 它就是沉的 因为重量 它有地球的引力嘛 它地球的引力的存在 它就向下沉 你松 你就盆着它 你松开 那么它就向下沉 你松开 它向下沉 它向哪沉呢 它向哪沉 它只有向旁边 它在那沉 我们本来是这个圆柱体 我们向下沉 地球是引力向下沉 我们下沉向哪沉呢 我们只有向周围 障开 上下左右向外 障开 那么这个障开 膨胀 障开 膨胀 向外 膨胀的这个力 就是膨颈 那练膨颈怎么练 那就是练松城 就是练松城 好 那么我们讲膨颈 那么膨颈出来之后 那么其他的颈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视频要接着这个聊的之外 膨颈是母颈 我们有了膨颈之后 有了松城颈 有了膨颈之后 那么我们才能够到达这个临界点 所谓太极拳 就是说我们太极 原来呀 明格聊太极 原来说状态 就是太极拳 每个状态都有状态 太极拳始终处在一个将发未发之际的状态 就是将要打 还没有打 就要溅在弦上的那一刻 一松就出去了 就是刚刚想松还没松的时候 就那一点 太极拳的状态就在那里 所以我们只有膨颈出来了以后 我们才能够到达这个临界点 这个将发未发这个临界点 那就进入到这个状态了 那么所以下面我们要聊的这个东西 就是什么跟这个颈有关的 比如说我们只有松城镜 盆镜出来以后 那么我们下边的什么这个情境 向上举的镜呀 我们向下的一个镜呀 我们理论上不谈了 谈了太多 我们就说向上的镜 向下的镜呀 比如说要切东西的镜呀 你要刀镜错镜 要切东西的镜呀 你切的东西这个镜呀 你没有盆镜这些东西都出来 错镜呀 错刀的错镜呀 出手 回手如钩 对吧 钩镜呀 对不对 那么你只有盆镜出来了 你才能有这个 这些镜 这些镜 那么这就是母镜 松城镜和盆镜出来以后 我们延伸出来的很多的镜 那么比如说空镜 空镜是什么 你有了盆镜之后 有了盆镜之后 我们空掉 本来是盆着别人的 那么你一空掉呢 别人自己摔下去 这不就是空镜吗 那空镜从哪来呢 你盆镜 松城镜出不来 没有这个盆镜 你怎么空呢 你本来就是没有的 你到哪去空呢 所以说盆镜呢 也是空镜 也可以演变成空镜 对吧 演变成空镜 我们原来说过 明格辽太极 原来说过 也可以演变成一个断镜 我们说太极拳打团的时候 镜不要断 断了就不好了 要把它连绵不断 但是在推手的技术上 我们可以叫它断 叫断镜 走着走着 这个诗断了 诗断了 本来运镜如抽诗 本来诗是不断的 可是呢 它断了 这个也是一种镜 这是所有的东西 都在盆镜中间产生的 你只有盆镜出来了 你才能有空镜 你才能有断镜 你才能有刀镜 才能有错镜 你才能有勤镜 向上取得去 你才能有下压的 打气的镜 你才能有这个 所谓的什么 身背武功 这个像一个 射箭的一个射镜 等等等等 这个理论上我不想说 我就想说的就是 其他的 所有的镜 所有的镜 我们的盆镜 太极权的盆镜 彩链 彩链总靠八法 这个 什么 这个 所有的东西 都在这个松城镜的里面产生出来 那么也就是大家说的盆镜是母镜的话 那就是在盆镜里面产生的这些东西 产生了这些东西 那么追究起来 这个松城镜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讲过了 那么松城镜的重要性 那么 今天呢 我们就把这个松城镜延伸到盆镜 由于他 今天这个视频你要听懂的是哪里一定要搞清楚 你要听懂的就是一点 其他的都是重复的 都是啰嗦的 啊 那么就一点 也就是 所有的镜都是在盆镜产生之后 衍生出来的 产生出来的 有了盆镜了 我松城出来的这个镜 松城叫盆镜 这个盆镜有了 我才能空镜 断镜 我才能有抽湿镜 我才能有上琴的镜 我才能有下岸的镜 我才能有六面支撑的镜 啊 我刀镜剪镜 剪这样的剪镜 整个 我们所有的花里花 胡梢的东西 都在盆镜里面产生的 啊 今天你听懂 这一点 就 可以了 啊 可以了啊 那么 具体到你听懂的哪一点 太极拳 是在有和无之间做游戏 啊 在有和无之间做游戏 我们的盆镜产生以后 它在既有又没有之间 也就是说我想空的时候没有了 但是说它没有 你感觉它没有的时候 你真来的时候 它是有的 那这就是这个盆镜 它能够产生延伸 演变成其他的 各种各样的情况 啊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东西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 听了以后感觉到 哎呀今天没讲什么东西 好像跟昨天是一样的 其实不一样 你就听懂一个 有了盆镜 你才可以空掉 你才能空掉 那太极拳 你没有空 没有无 你还什么太极呢 没有太极了 其实它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好 那么今天关于这个 彭静和松澄静这个母静 它延伸出来的空 延伸出来的有和无 等等等等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自己去实践 这个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明天再会 好 好